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又一部新剧即将来袭,被称现代版名栏,搭档徐凯,能报吗? 点! 要九九爱刚刚公布了4月9日的总决赛,又有消息称杨子将吴凤入组成欢季。 不得不说,杨子真的很敬业,也堪称娱乐圈最忙的女演员。 虽然杨子无缝入组,但无论是杨子给我们带来的剧本质量,还是杨子自身的演技,都值得观众点赞。 以去年的热播剧为例。 虽然剧为口碑走势出现两极分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该剧在热播阶段的热度一直居于全网前列, 甚至在播出29日就拿下了第25天的热度。 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冠,成功击身古装剧前列。 说说刚刚结束的要九九爱吧。 该剧特辑一经推出,点击量就高达2000万。 如果在淘场开通预约通道,会有多少人? 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成欢记》这样的女性题材剧本,我觉得还不错。 该剧改编字一书的同名剧名,讲述了女主麦成欢拥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内部系统工作, 却在遇到女主后发生了诸多变化。 因为妈妈对她的生活干涉太多,她想要脱离妈妈的控制。 重生和重塑在与婆婆的关系夹缝中求生,传递出新时代女性独立奋斗的态度故事。 女主麦成欢由杨子合演。 这是继于生请多指教之后的又一部都市剧。 这一次,麦成欢在林志孝的基础上更加自信独立。 她是一个有实力努力改变自己的九五后女孩。 与婆婆保持平衡。 所以这个角色还是很接地气的。 我觉得以杨子丰富的演艺经验来看,这个角色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而这次搭档的男主是徐凯。 亲爱的热爱的沐尾,徐凯的上司于正,极力支持徐凯与杨子的合作。 这一次,也算是完成了于正的心愿。 从演喜攻略到招摇再到你微笑时很美,可见徐凯的演技一直在线。 随着爱的错换定律与姐姐的播出,可以说徐凯在剧中的表现不仅非常出色,人气也丝毫不减。 这次与杨子的合作,相信他的流量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而徐凯和于书新的新剧《仙剑6》和《鼓励纳扎》的新剧《雪莺领主》从一开始就很受欢迎, 所以徐凯和杨子从一开始就合作拍戏到《成欢季》也增添了不少暖意节目。 这部剧除了两大人气实力派演员外,还有实力派演员牛俊峰的加盟。 牛俊峰的演技也很吸引人。 他是一位演技非常时尚的演员。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更是让人期待。 此外,还有资深演员何赛飞、吴燕书加盟。 几乎都是演技在线的阵容,真实话剧模式的开启。 而作者一书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影视剧, 如玫瑰的故事《朝花夕时》、《流金岁月》等, 改编的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赞赏, 他更注重描写价值观和观念当代女性。 所以这部剧在剧情上还是有很多保证的。 这部剧中的女性视角独特鲜明, 也被网友们称为现代版的知否。 看看现代版的名栏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因此,无论是题材还是演员阵容, 都是一部代曝的影视剧。 而对于之前的剧本, 杨子也有挑剧本的眼光, 也有着望男性格, 所以这次徐凯和杨子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两人都长得好看, 所以双强强联手很精彩。 剧传该剧将于4月正式开播, 让我们静待好消息吧! 大家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